合肥到上海性价比之王 就是它快8361次列车 这是从合肥到上海要开9个半小时的火车 但便宜是真的便宜 硬卧只要139 软卧也仅仅比高铁二等贵10块钱 关键是它晚上10点走 早上8点到魔都市中心 为了给旅客营造一个睡懒觉的好环境 这车非常贴心的在上海西站 临时停车一个小时 嘿 初风 合肥到上海最具性价比的日子 为了体验这趟合肥上海性价比之王 我把高铁票退了 本来晚上10点已经到上海红桥了 现在10点才进站 你是不是傻 怎么叫傻呢 你看我还省了一晚上的旅馆钱呢 简直大致若语啊 合肥到上海请台普速车 是我们的快8361 今天活捉一只小车迷 只是被小车迷活捉 对 就是湖南双层那位很厉害的小车迷 然后我们到前面去看看本物级车 这 哦 是跑错的地方了 我odd走点快飢了 不来来不来来 赶 circa 快飢 机车是拍不到了 跑到上去不接下去拍个BF围个本吧 对面就是我上上期视频说的上局工程车 啥叫真正的移动办公 有床铺睡的箱 有WiFi能办公 再加个餐车 我能住上一个月 22点47分 也是牛啊 我们的快8361次 晚点12分钟发车 早到晚走上去 河段的K字头 就是这么随意 本节车厢也很独特 人家硬卧车厢 能睡66个人 11张床 请等一下 我们这少睡6个人 因为车里有个广播室 原来是个播音室 洗手台也很独特 抽烟处也很独特 厕所 好了 拔住 出河飞站走的这条线路 河飞星客县 然后我们的快8361次 就这样一路把淮南县 干到顶五湖站 再进车厢 洗灯了 照理说我应该睡觉了 但是下铺那个女的脚巨臭 继续看地图吧 当前位置朝湖边的中汉镇 淮南铁路河飞出发 经过30里铺 搓镇桥头及同阳河 怪怪都是神痞字 然后在此设中汉站 后面就是潮湖西 潮湖站了 接下来列车将过进 马鞍山的寒山线 进入吴湖市九江区 很久很久以前 并没有吴湖长江大桥 老华南铁路是靠百度过江的 铁路轮渡早就关停了 但是站桥等设施还保留着 这是东岸的站桥 铁轨也都还在 静静出力在吴湖近湖区 广佛基北侧的长江边 好了 现在是0点24分 晚点16分钟 进吴湖站 自从吴湖改造后 我还没来过呢 吴湖有一大波旅客上车 你骗人 你看上面不是还在 源源不断的下来吗 快8361次和之前体验过 两次的快8365次 是一组车 交路图在这里 再看看我们的水牌 是不是略显复杂呢 对面也是三轮车 电池专家冠名的品牌列车 三聚电池 分明是天聚电池 会员电池 天能电池 据说上局核段 已经收集了三大电池品牌 刷满他们的朴素车皮 现在还差四个 就可以召唤神龙了 言归正传 这个是温州到富阳的快 8514次列车 图定0点49分开 我们是0点38分 比他早走 别这样 别这样 这下是比他晚走10分钟了 开始摆烂了 摆烂了 五湖出发 我们沿着宁武县去南京 这时我们的车次变更为快8364次 这趟车一路上有两个车次 快8361 快8364 很神奇的是 车次虽然只有两个 但是全程换了4次 富阳出发 走富路县宁西县下行 车次快8361次 路安到合肥上行 车次快8364次 合肥到五湖 又变下行 快8361次 五湖出发去南京 又变上行 快8364次 南京换个方向 又下行了 快8361次 另外这车两次换方向 三次换车头 也是奇葩 是的 多换一次车头再合肥 因为五湖这边没有处网 得用内燃机车 这个是快841拐子那天的本物 但是不出意外 我们的本物也是东风十一 是不是该睡觉了 哎呀我去 旁边这位正在用 深夜电台的 雌性声线把妹呢 这一觉睡得舒服 早上6点53分 咦 已经到上海了 为了不打扰 大家睡懒觉 快8361次列车 竟然直接停在城外了 你管淘朴叫城外 车厢安安静静 啊不对 憨声此起彼伏 这时候不睡觉 趴在窗边看车的 都是真扯迷啊 现在点个上海西站 就是说6点56分 你先好好刷牙 这红神龙应该是出库车吧 但它走的是金户下行阵线 怎么回事 这个看表应该是 上海去成都东的 动车3056次 交路图上说是TH1B 应该是采用舌头的新TH1B吧 这是北京的立即用 动车9次 2次12阶段担当的高拐211次 交会上海到南昌系的高1468次 啊 这货不是一直用封地铁跑的吗 还有这类CH1B056号 刚刚南翔动车所出库的 0动车953次 一会儿到新客栈后 跑8点30分上海出发 去成都东的动车952次 它就是12小时搞定上海成都 比大部分高铁还快的护荣标杆地 上局上海段毕业而担当的高2616 奔赴郑州东 上局南京段2C2阶段担当的高拐动311次 上海系停车 它这车真的是 它启动的时候真的是好猛 临时停车足足一个小时 终于发车进城了 路上还遇到了高铁飙车 上海黄山北的高拐3114复兴号 红神龙即将被上海淮南南的高拐2684 和线号CH2C2阶段反超 伴随着大家已经很熟悉的旋律 北京时间8点07分 请客站 车都进站台了 居然有旅客还在睡觉 毕竟为了照顾大家休息 车厢里灯都没开呢 那么合飞到上海 女士愿意坐两个小时的高铁 还是花九个半小时睡一晚呢